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由中国的谭笑对阵master 谭笑的白棋 应该说谭笑也是一位大局官非常出色的棋手 对阵master呢 虽然说这个之前大家已经无数的验证啊 就是想赢master很难 你可以评价他 你可以给他任何的好或者坏的一些评价 但是你的最终结果是过于的 可以说过于的残酷吧 没有办法 就是好像人很难去撼动他的这个追求赢的这个目标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假设啊 这个棋现在的形势还差不多的时候 master他会怎么样下呢 他会退让 退让到最后他只赢半目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让人们觉得很难去跟他 在就是竞技上面来说 想要去超越他有点难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更多大家就想希望 可以跟master下棋之后的来学习一下 实战 二间高架 这棋走这个 算是一招 有点特别啊 平时大家可能看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出头啊 或者是小飞啊 这招去少一些 这个时候呢master下了一个点 这招点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搞明白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招去便宜吗 因为我们的理解肯定是 如果我呢可以占到便宜 我才会去下这手棋 他不是master不是这样想的 他的所有的构思 我们都没办法用 我们的理解去体会他 但这个点其实说实话 并不是什么好棋 嗯 白棋可以占 白棋可以尖 白棋可以选择 呃 就算占也看不出来 黑棋便宜在哪 因为你如果本身不走 比如说这棋我可以逼 逼完我可以飞进去 我可以点进去 都是我存在的变化 但是当你点完了 这棋就没有了 这棋就 失去了无数的变化 但是这棋呢 依然是个谜 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下 然后坚定 飞 下成这样子呢 白棋应该说 出头是一种考虑 连过是一种考虑 大概就这两种选择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拖过 但是Masker在这种地方 真的是给你一种感觉 就是他就是把这个选择 已经选得很到位了 这他扳是一种棋子手段 如果局部没有好手段的话 那可以拖先 可以先补下 他扳这个很显然 就是他看中这个地方有棋了 可是 嗯 这个地方 也是很奇妙吧 这个地方接下来再下发 单肠 单肠是什么意图呢 如果你吃 好 那我 获得了这一吃 冲下来可以 我不冲也便宜了 那就算我从上面联络 也便宜 白棋呢 如果说利 那黑棋不要去打 他就本来是打了肠嘛 就白挖了一下 我现在可以不交换 这个交换 那我 肯定是好的 所以单肠这个 确实是让人有一点头疼 不知道该怎么硬 实际上呢 弹下选的是 比较凶狠的这个下法 虎在这儿了 是局部的最强应对 但是没有想到最强应对 往往如果硬不好 也是对自己损失很大 虎这个 我们看黑方的应对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 黑棋利 不是打吃 大家注意 如果你这个棋去打吃 看似把对方打成了一个鱼形 其实这个打吃并不高密 偏偏是这种利 恰恰是此时的最佳手段 首先是什么意思 那很显然 这个A和这个B 我想有一个键盒 那白棋可能会贴 针子有利 黑棋不能被针掉 那你要斑 白棋如果现在走这个 那就太简明了 黑棋就弃子就可以了 无论怎么弃 可能先拐两下 或者尖这个 把这棋弃掉 因为你打吃的先手嘛 白这棋只要弃掉 黑棋绝不可能亏 白棋呢都走到下面 黑棋呢 外面的影响会更大 就算呆长都可以 弃子就对了 这时候白棋不行 白棋必须得出来 那么黑棋再一度过 这个差别就出来了 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地方不能打呢 也不是不能 是最好不打 为什么 跟上面这个拐有关系 你本来现在拐呢 它必须要硬 不然你把它封进去了 但你这把它走掉以后 当你在拐的时候 这个味道有可能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可能就有产生变化的可能了 所以实际上它单力是好棋 在这个局部呢 可以说黑方是把棋子的效率 走到了极致 白棋现在虎 这招虎是一步 用弹效拐后的话说 就是后悔极了 这手棋 没注意看 他以为这地方 你可能要从底下走 我打了再出去 打了再往外跑 双方形成一个互跑的局面 他感觉呢 也还好吧 这棋 没有想到 顶这个被 就是我们说的 马斯特他一旦抓住 你犯的错误之后 你就很难有机会了 被黑棋 一下给抓住这个棋的弱点了 等等 这一顶把白棋给顶坏了 这两个是棋筋 你不能棋 你也不能挡啊 挡背一打吃 也不像 不像话了 只能粘 粘到这 它再一拐 下一手呢 它有飞 下一手有这个飞 可以说是很严厉的一招 还是得硬 但是你要是一直这样硬下去 先不论这边好坏 关键是这个一挡 白棋就已经有点 难以抵挡的感觉了 为什么 白棋的气太紧了 坏就坏在这 坏就坏在气太紧 而且没有眼 更关键的是 你就断以后也断不着 断人家就吃 它已经都联络了 走从这样之后 你吃这个 它就 打吃 长 走 当然这个局部 白棋已经是惨的 不能再惨了 这个直接切手之间对局 如果敲成这样子真的 感觉是非常的崩溃的 现在这棋的白棋是火起 底下呢有一个眼 就如果你破我这个眼 我上面粘是线手 我也能拱一个眼 局部呢是活了 黑棋呢继续压 白棋长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这个点一下 好像是便宜了 因为它又获得了 继续的这个压 以后这地方有味道 实战呢走成这样了之后 轮黑 黑棋是把这个补了 属于是自补了一招 自补这招棋 比较冷静 但是也引来了白棋的下一招 是一招 可以说是一招 啼笑皆非的一手 局部呢 其实白棋已经火了 你只要沾这个是线手 那么就是A和B 两个能走到一个 就活棋 但是下一手棋呢 据谭笑自己事后讲啊 是滑标了 就这个棋走错了 走哪了 跑这儿走去了 那这个当然就不行了 这什么意思 走完之后这个 刚才说A和B建合的 这个也没有了 现在只能靠卖这个 才能做活 哎呀这个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等于是停了一招 所以在布局阶段 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这盘棋 可以说已经就 消极代工了 看下他实战吧 只好去后手做活 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跟Muster下棋呢 本身就 对他没有什么把握 更何况还加停一招 这棋就更不说了 其实现在这个黑方 真的可以选择的地方 太多了 这个局部啊 飞一下 其实基本上可以活 上边呢 这个地方也有很大的潜力 如果要经营呢 好像也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施展 掉 黑棋属于现在呢 想要来发展这个形式 白棋 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能跟着硬 坚顶 黑棋是既要脚地 又要把你这个 下一手这个地方 逼过来 就变得其实很大了 所以白棋呢 也是得想办法去抢啊 但这个棋就是 你已经很难去想办法说 什么棋都被你走到了 因为你之前这个 这一代的损失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灾难级别的 可以这么形容 就是本来啊 本来大家都差不多在发展 结果呢 黑棋把白棋关进去以后 黑棋形式确实不错 但是还远没有到 现在这个程度 现在等于白棋这招棋 完全其实应该是 走在棋盘上的 任何有利的地方的 而不应该出现在这 走了一个 可以说是低级失误 场站上面 这招棋确实是特别的大 如果被黑棋走了 白棋又没有盐了 不活 黑棋阵 对你进行一些攻击 其他根本就不吃你 这个黑棋 完全如果是人类棋手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凶狠 就是一定要吃你 但是Master他从来都不是那种 一定要做什么的 而且也不是那种 就是把棋下到 只有吃你才能赢 不吃你我就输的地步 他从来也不会这样 所以 所以等于是 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对谈笑来说 机会已经很 很少了 没有什么可能性赢了 努力的把自己给走活 但是黑棋其实走得很简明 就这地方看起来呢 是有一个打结 黑棋呢 也不去跟你下很复杂的 你不是要活吗 这样 你不是要活吗 刚才打吃 白棋活 黑棋就把这提了 走得特别特别的简明 白棋想活 我还必须得把这下卖掉 这也是 说的惨点 把自己的兄弟全卖了 才能活起 这个也是太惨了 不管怎么样吧 这棋算是活了 这棋算是活了 但是我们放眼全局一看 黑棋这个阵是这么厚 下边这棋一飞 这个脚就是活起 这不是死的 那白棋其实并没有什么木术 我们看黑棋活了以后 白棋就没有什么木 拼在这 不解决问题 提一下先手 挡住 它就狗 这些它就已经活了 这是杀不掉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地方的情况 就是 即便说你这地方有子 我们假如说 你这地方就交换掉 也杀不掉黑的 因为你走这个 它就是斑 你断它 它藏你死了 你小肩回去 可以 但它立这个是先手 立一路先手 它也是火棋 所以等于说 这个棋的变化呢 到这里 就已经默认了 这个结果 这一顶住 这棋就已经 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了 这盘棋 木属木属不够 厚薄 黑棋比白棋厚非了 实地的差距也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后来呢 虽然说还进行了一些吧 但是 总体来说是 不可能对黑棋造成任何的影响 纵观这盘棋的问题 就是白棋之所以下的这么的惨 就整盘棋属于是 感觉上跟对方不是一个水平量级的 这个原因 就是由于这一上来这招火啊 过于的想当然了 你把这个问题想的太简单 导致了失败 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由韩国的等级分第一人 朴廷环对着马斯特 朴廷环在这之前啊 已经跟马斯特交手过好几盘了 所以这盘棋呢 我觉得它应该也会有一些 自己的构思在它这盘棋里面 但是看看它是怎么样下的 又下了一个中国流 这个局面好像似曾相识 呃 彭廷环又把这个器拐掉了 在没有出现马斯特这个变化之前呢 大家都不肯拐 现在呢都已经想开了 都没关系啊 都从这边拐了 下的还算是比较普通 但是说是真的 这盘这个局面 曾经陈阳叶跟马斯特也下出来过 接下来的下法 也几乎一模一样 再起走这个 尖 一飞 黑旗一团 到此为止 一靠 都是一模一样的 搬 它搬这边 搬这边 对 那盘棋呢是搬在这边 就是陈阳叶跟马斯特的棋啊 这个 对于马斯特下这么多的棋 其实已经都了然于心了 这盘棋呢是变招变到了这边 对于这个靠 其实也是马斯特所钟爱的 它就是对于这个棋 有这个 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偏好 但是 它就是喜欢这么下 靠完了又一半 这个棋现在 感觉上呢 黑旗其实不应该跟白旗动劲 被白旗进入太多 肯定会起反作用 但是这样的这个 朴婷环呢 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连斑 这个很显然 我相信它的对决的时候 也不会看不到 这地方呢 就是白旗是可以贴出来的 因为你不能断了 再断着双轿吃了 它这一系列的这个 做准备工作 就是为了我挡的时候 然后你不能断我 那黑旗为什么 还偏偏要这么下呢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 可能它觉得白旗 这一袋的损失 还是比较大 即使你就是给你出来 你也就是一块儿 姑旗而已了 实战呢 白旗是挡了 黑旗 用墙 把白旗断掉 这里呢 又突如其来的 来了一场战斗 提掉 打吃 当然这个时候 黑旗并不是来气子的 不是说我要尝一个的 黑旗是想要把自己 逃出来做活 这个时候呢 黑旗其实也有一些 小的 变化的分支 比如说现在黑旗靠这个 这旗能不能杀 这其实是个问题 但是白旗长一个 当然也非常大 这下白旗没有轻易的打掉 是这个旗的关键 如果随手一打 那这旗可能黑旗还可以了 没有打就导致你如果要吃它呢 它这随时一沾 这边又多出来一个 连斑的手段 这个没打是这开旗的关键 那么黑旗实战呢 因为它是单长了 有没有可能袜粘呢 如果说袜粘成立 那大家看得到 因为我之后冲 你必须得粘住了嘛 但是白旗依然粘住 它这还是刚才说那个问题 它可以长 这个太讨厌了 它永远不打这一下 这一下是白旗的一个 救命的护身符 所以黑旗无奈啊 只要单场 黑旗白旗打 这时候它就可以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要脱先的 它是为了活自己 就是你现在如果冲的话 我是不粘住的 这个大家就可以明白 这个中间的差距 为什么刚才想要 把黑旗可以先挖呢 就现在我不硬了 我走去其他地方了 这两个子已经轻了 所以实际上黑旗也是看到这点 它先走了一下 嗯 这个旗呢 就定型成了这个样子 嗯 总 大体的来说吧 这个地方算一下总账 似乎白旗还不错 黑旗 这个脚地被白旗全部掏掉 同时呢 这个外围 白旗这些子呢 也并不是说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也许有一天 它还是能够发挥一点作用的 这块黑旗呢 也没办法公白的了 所以总体说 感觉上白旗还不错 轮黑旗 断 在这个地方呢 黑旗就用了一个很简单 明快 额 进脚去安定了 当然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 至于这个 选择的这个到底好不好呢 不好说 嗯 因为 如果黑旗选择飞了 跳一也是可行的 对白旗也有一些这个 隐隐约约的威胁 他实际上是放弃了这个 他就选择了脚地 优劣难说 接下来 黑旗 还是想扩张自己 白旗呢 补了一个 白旗这个旗是断吃在这 接下来白旗补这个 彻底的把自己补强 这个旗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对于这个跑 白旗还是有所忌惮的 嗯 也有一种可能性 可能这个时候黑旗就应该跑 跟他作战 因为他补了嘛 总觉得好像 这地方错过了点什么似的 对于这种旗的跑出来 Master是特别擅长的 好 走成这样了 黑旗 飞了一跳 加强自己 白的 少一个 扩张 这个朴金环之前跟Master对决啊 也有过很威胁的时候 也有过这个 指输半目的情况 但是呢整体来说并没有出现就是什么 某一个时刻是优势 然后葬送的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劣势 但只不过是因为Master他 就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评价体系 他并不是以最后我下了多少好旗 而获胜为荣 他就是以无论如何我是赢的 这个是他最终的目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 Master这些旗里面的这个最后赢多少目 这个其实不能作为一个评价标准 比如说他只赢了半目 那么我们就评价说 人和他非常的接近 这个旗是有输赢的 也不能这样去武断的去下定论 但是有些旗呢 你要说他好像就是比人强很多 但是你看看这个结果好像也没有 具体的我觉得还是不能以快旗为 就是以偏概全 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 比如说未来 还有更多的这个企业下船之后 我们来评价 就目前来看的应该说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这么一个定型的局面 朴廷环确实实力非常的强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有意义啊 对于Master他的胜率 就是有没有可能能突破 能够赢一盘 这个是当然也是我们一直期盼的 但从最后的结果呢 没有人能突破这一点来说 就是说明很多情况下我们所学的一些东西 可能还是有人类思维的很多的禁锢的东西 这个确实是目前可能这短暂的这段时间还是太短了 还是要用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的来消化这个内容 嗯我们回过来看棋啊 现在黑棋扩张了自己 白棋呢点入 在这个地方吓得比较凶 在这个地方吓得比较凶 扳 黑棋断白棋就吃 他就把这个地方呢 先手等于是给你分割开 对于这个地方有点难受 如果你先断掉 损墓了 它就可以吃上面 你现在不走 它不损墓 但是它可以脱先 跳进去 双方又展开了一个攻防站 就是很细微的这种攻防站 这时候不能大意 一走错有可能就是 这一下就有可能就会顿时结束棋局了 比如说我俩联络 我走这个 那这棋局坏了 这边一间 A和B又建合了 比如说我觉得联络 我想走这个 那也不好意思 这边一火 也马上就要出事了 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细微的地方 但是一点都马虎不得 只好走这个 走这个有一点不舒服 就这个地方要被他尖一下 但是比起你联络不上 那尖一下还是小意思 做这个 然后白棋是 其实白棋现在呢 它的下法也比较就是 非这个都比较简单 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很大吗 也没觉得 这这个地方明显是最大的地方 这个边明显是最大的 这个黑棋其实如果要围 也围不住啊 这个地方这两个字我们说了 有可能会产生作用 现在就是在产生作用 你这封就是封不住这个口 这个跳是明显很大的一招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 只能说他认为把中央加强 比底下更大 或者说换一句话说就是 他觉得这样赢得更安全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了 粘住收关子 白棋呢就是 其实他这个顶段也是象征意义上的 他先顶了一下这个 象征意义上的跟你作战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收控 这个Master下了这么多棋啊 想必大家对他有一些了解 职业球看他看的更是清楚 就是他什么时候都是把实控放在第一位的 他之所以做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障眼法 就是比如说形成大模样 或者是呃 怎么样子去假装攻击你之类的 他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换成实地的 并不是说他就是像我们有的人下棋 就是攻了一圈之后都落空了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像现在也是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活自己 并不是说真的要来攻黑的 这有一挖 这个挖呢是棋型的要点 这个地方马上白棋就有手段了 黑的就显得比较薄 所以他补了 很惨 其实这要分段呢也真的是可以断的 他都不走了 不去分段 活自己 做活 黑琴呢还是得去单关联络 即使不舒服也没有办法 走他就一退 走的都特别简单 考验黑琴 如果你沾这个呢 我沾就是鲜少 你直沾他沾这个 他都不去断在这儿 大家注意他都不在这儿了 相当于是对这个琴已经 非常非常的自信了 所以后来呢其实还进行了很多 但是现在可以说这个琴基本上已经大局已定了 黑琴没有什么再能够折腾出火花的地方了 所以最后呢 虽然说差距也比较小 一目半高负 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说了 这个胜负的内容其实并不以最后的结果来作为是一个判定 还是开始的时候黑琴稍微亏了一点 应该说白琴这个靠了斑 可能会是以后啊 也许会在职业球当中也会风靡的一个下法 之后黑琴从黑琴走这个 白琴把这个问题补住以后 就是白琴自己身只要全部安全了的时候啊 他这个运转的速度是很快的 他就很快这个棋局就结束了 好那这盘棋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